12月18日 一场强大的沿海风暴席卷纽约 严重影响了居民今天早上通勤 沿海区域还有可能遭受洪水和停电 长岛将面临最为严重的强风风暴 雨带从周日开始在三州地区扩散 大雨和强风一直持续到周一 周一早上 维拉扎诺大桥因大风而关闭 主要机场仍然开放 但不少航班已遭遇延误甚至取消 市长亚当斯发布了针对周日或周一两天的旅行警告 敦促市民在风暴严重时减少外出 并尽可能待在室内 纽约市全市范围内的洪水警报将持续至周一下午5点 建筑部门也发布了天气警告 指出强风可能导致树木和电线杆倒塌并造成断电 据ABC报道 新泽西州有超过4万户客户断电 纽约州断电报告37000次 纽约市报告了8000多次断电 长岛则有近7000次 美国科技巨头苹果公司12月18日宣布 从本周开始将暂停在美国销售期Apple Watch Ultra 2和Apple Watch Series 9 因为该公司正在处理一项有关设备上的脉搏血氧仪专利的纠纷 今年10月底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正式裁定 苹果公司含有血氧测量功能的Apple Watch侵犯了医疗技术公司Massimo的几项血氧仪专利 可能导致苹果公司某些型号的智能手表被禁止进入美国市场 具体而言 从12月21日起 Apple Watch Ultra 2和Apple Watch Series 9将不再在美国Apple网站上销售 12月24日后不再在Apple零售店销售 12月25日之后 这些设备将被禁止进口到美国 苹果也将被禁止向经销商销售这些设备 不过上述产品仍然可以在美国以外的地区购买 并且之前购买的带有血氧测量功能的设备不会受到影响 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报道 越来越多的中国半导体设计公司正在寻求马来西亚公司组装其部分高端芯片 以规避美国扩大对中国芯片业制裁的风险 据三位知情人士透露 这些中国公司正要求马来西亚芯片封装公司组装一种被称为图形处理器GPU的芯片 这些要求只包括不违反美国任何限制的组装 而不包括芯片晶圆的制造 分析人士说 随着这些制裁的实施和人工智能热潮对需求的推动 规模较小的中国半导体设计公司正难以在国内获得足够的先进封装服务 两位消息人士说 一些中国公司对先进的芯片封装服务很感兴趣 报道称 中国芯片公司已宣布计划在马来西亚扩张 马来西亚提供一系列激励措施 吸引了数十亿美元的外商芯片投资 在阿根廷新总统米莱领导的政府日前公布了一系列新政策后 阿根廷11个省先后宣布进入经济紧急状态 并公布了控制和减少公共支出的计划 来自不同政治派系的多位省长表示 削减公共开支的原因是 他们认识到国家层面上存在经济紧急情况 这些省长们还表示 他们所在的地方政府因缺乏资金 今年12月的工资恐将难以发出 美联社报道称 阿根廷的通货膨胀率已达百分之一百六十一 拖欠的债务也令人窒息 约四分之一的阿根廷人生活在贫困之中 美联社分析称 米莱政府最大的挑战是 他的经济计划可能会让人们的生活在好转之前 先变得更糟 政府补贴的减少 意味着阿根廷人将花更多钱 在电力和交通上 阿根廷货币比所贬值 将使进口商品更加昂贵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莫尼卡德·伯利预测 年通胀率可能会达到百分之三百 而与此同时 政府削减开支将使经济增长脱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